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疯狂猜见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男子,手指软如泥 必须放入冰箱才能用的故事 菲利普是一个有着远大梦想的作家 但是,每天的创作并没有让他出人头地 至今还没有搬出这片贫穷的结局 他日复一日地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创作 但这样却并没有好的效果 不仅脑洞经常枯竭 就连一个可以和他交流的人都没有 这天,菲利普像往常一样到楼下查看信箱 突然一个女子也过来取信 但是女子的钥匙却被遗留在信箱上 菲利普见状,只好无奈地跟上去把钥匙送到了他手上 其实,女子是菲利普的邻居 但因从事着见不得人的工作 菲利普并不想和他有太多的交集 在还了钥匙后也就离开了 只是从那天起,那女人随时都在影响着菲利普 为了让自己专心创作 他还将办公桌转一个方向 接着,脑子却使不上劲 毕竟创作这个东西是需要灵感的 被折腾的心烦其躁的菲利普 根本写不出任何东西 深夜,女子来敲门 菲利普打算装睡不理会他 可是,打字机却想了起来 没办法,菲利普只好开门 女子想要菲利普帮自己写一封信 寄给波尔 因为波尔是他的未婚夫 春天到了,他想问问 对方的温暖什么时候才会到 很快信写完了 女人却并没有想离开的意思 顺手翻开了菲利普的日记本 菲利普制止他的无理举动 女人这才失去地离开了 想着终于安静了 他打算继续写书 但是奇怪的事发生了 他的手指变得无比柔软 根本无法再打字 他不敢相信 疯狂拍的按键 结果手指全被卡在了缝隙 最后还是用脚踩着打字机 才把手拿出来 怎么办 不可能一直不打字啊 菲利普突然想到一个点子 将手动得跟冰棍一样硬 这下总能该打字了吧 速动后的手指也不能正常使用 可把菲利普气的 第二天醒来时 女子再次出现 而此时她的手也恢复了正常 女子请求菲利普再帮她写一封信 这一次是写给特雷莎的 她想让对方带她去坐船 菲利普好奇地问特雷莎是谁呀 女子则一本正经地说 就是自己 菲利普意识到自己被戏弄后 立马停止了写信 并命令女子离开这里 特雷莎失望地回到自己的房间 她抱着收音机却十分伤心 而经过这次事件 菲利普对情感有了新的证实 在创作时已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畅快 之后她还是帮特雷莎写了一封信 但是再也没有见到女子的身影 就连特雷莎的房门也都消失不见了 菲利普想到信箱 结果也没有发现什么踪迹 一番思索后 她把那封信投进了自己的信箱 或许 影片中的特雷莎 只是菲利普幻想出来的一个人物 毕竟太过平静的生活 可贵又可悲 特雷莎是菲利普枯燥生活中的一道调味菜 哪怕是郁闷 无奈甚至被人伤害 都好过行尸走肉般的人生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本期我们讲到 BORS 记得点赞加关注 下期精彩继续 欢迎订阅 éis